今天做檸檬蒸烏頭 有些人是鹹檸蒸烏頭 家裏沒有鹹檸 有檸檬蒸烏頭 薑絲蔥,最後蘸了油才放 在街市買了一條烏頭 把它拖起來了 洗乾淨 少許鹽 搓勻 為什麼少許不是多呢 因為一人間都要加少許蒸魚豉油 加少許蒸魚豉油 不然會不夠味道 然後就簡單了 全部拾進去 這些就鋪上去 喜歡就割幾刀 沒理由留下它 不要理會了 塞進去 水滾了 可以拿去蒸 好,水滾了 這條魚我自己的爐 我也是大火蒸去十四分鐘 十四分鐘 好,十四分鐘 再蓋上火 這些水就倒一些 說實際 說實際 為什麼人們有檸檬烏頭 因為覺得烏頭 有泥味 所謂檸檬、鹹檸 有些人放果皮 覺得這樣可以去掉泥味 我個人覺得不太大泥味 好,接著把薑、蔥、油、酒 好,最後 再加一些你覺得最好吃的蒸魚豉油 你說普通生抽可以不可以呢 如果你知道生抽好不可以 再加一點糖 好,開餐 嗯,好吃 不錯 大家可以一試 吃得七七八八 大家有沒有發現 沒有了檸檬 原來檸檬 就算沒有加糖 都不是很酸的 不算是說酸味 都放在魚上 檸檬都吃光 不過我媽媽給我意見幾好 她說 將檸檬切開一絲絲 可以夾到來吃 更加正 下次我也會這樣 好,繼續吃下去 拜拜 給我看 你吃了 我看 你吃了 你吃了 不要再說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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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的 你吃了 你吃了